在美国 新娘子都是被人抱进新房的 但是 我从来没给人抱过 我送你的新娘子好吗 周姐姐 你先休息会儿 我休息就来 天雷 陪我一会儿好吗 好吧 我休息会儿 天磊 我是卓姐姐 我马上就要走了 真的很抱歉 我选了这样的一个日子 我知道 你一定会怪我说话不算话 因为明天 就是你成为一个主治医生的日子 我一直把它 叫成是你的成人仪式 我们说好了 要一起庆祝的 天磊 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我等这个日子 等了这么久 现在他真的要来了 我反而开始害怕 我怕你真的长大 变成一个独立的大人 再也不需要卓姐姐 留在你身边 我送你的新娘子好吗 哎呀 又知道了 又知道了 哎呀 怎么今天这么多人啊 四小都怎么到现在还不来 刘盈 哎 刘盈 你帮我电话好不好 不是我什么都不会啊 哎呀你别怕 妈 小都不在 我也等你什么都不会啊 你就帮我进去上就可以了 哎呀不行 我得赶紧上课去了 里面有个帅哥哥好棒的 拜拜 拜拜 小姐小姐 这是电脑死机了 哦 你看 不对呀 他这怎么找不到服务器了 怎么回事啊 我先打个电话 还要钱不要了 喂 小杜猛 我是刘盈 我现在在网吧 有人问了几个问题 吴花呢 他干什么去了 吴花他 我就知道 他肯定去派人队了 他自己的店他都不管 我凭什么管呢 哎 太不像话 我今天就是不管 看你怎么办 哎小哥小哥 哎 没心想 什么事 上回说的话还算算数啊 当然算数了 行 那下班以后联机打电子游戏 哎 你可别像天雷那样 到时候又溜掉了 哎 问题 行 对不起啊 要不你们自己再试试吧 我搞的 放上菜鸟 这边 试试看 啊 你看这 这 你们的礼物啊 这都是多多给大家的 好 是 哎呀 夏兰 你看 这是多多给你们寄来的 啊 你看那个新兰姐姐还有未来的小弟弟 太可爱啊 喂 是我 是我 最近还好吗 我 我真的很想见你 我没有时间 我知道你入得无花那儿去了 我给你打了很多次电话 可是你都没接 我不信你真的能忘了我 细鹏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的确我曾经真的很爱你 现在 也许还是那样爱你 是 我需要时间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 有过暴雨 有过闪电 也有过酷热 有过狂风 我们身不由己 随波逐流 时而被巨浪炮的巅峰 时而被卷入深渊 现在 夏天已经过去 我们最喜欢的宁静的秋天已经来 我只想说 不经历夏天的狂躁 也不会有秋天的成熟 牛莹 我真心渴望 我们能够重新开始 无论如何 你来借我一下 我在你们老房子的门口等你 如果这次我还感动不了你 我再也不会来打扰你了 那好吧 你等一下 你这次我还中 recently 在这里 你什么什么呀 我还中了 你怎么看看 我还中了 我还中了 你pol洁 我还中了 我还中了 你!". 我还中了 你为什么 是不是画得很难看 是我自己画的 你有多久没这样笑过 我只想看你再笑一次 我只想看你 我只想看你 情况不是很好 你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他的视网膜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搞不好我怕他的视网膜会脱落 王大夫 你说视网膜脱落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可能失明 他看不见的可能性 到底有多少 我不敢断言 要等拆线以后再说 哦 你别忘了 这几天 每天陪他来换一次药 五天后拆线 我们再做一次检查 怎么样 好点了吗 还疼不疼 你的手怎么这么冷 过来 坐这 把手搁这 这样是不是好一点 医生怎么说的 医生说 你的眼睛没事 过两天拆了线就会好 其实我早就已经猜到了 医生肯定会对你这样说的 说像他这么强壮 有什么事 别在这浪费床位了 早点回去吧 其实我最难受的 就是这几天 一直看不到你 别傻了 我明天就带你回家 忘了问了 孩子怎么样 孩子没事 车没被我撞坏吧 你真讨厌 这个时候你还在开玩笑 看来 我的气球没有白买 你笑了 今天外面天气 是不是很好 我都能感觉到 阳光下面的味道 和花的味道 今天的天气 是挺好的 你的眼睛 好点了吗 没事了 早知道这么一摔 能把你摔回来的话 我应该多摔几次 这样的话 多缝几针 也没什么大不了 你不疼 我可疼死了 怎么了 是不是怪我眼睛瞎了 看不见 可是我 处处能感觉到你 没事 以后我成了瞎子 你不会的 我不会有事 你根本就不会瞎的 没事 不要哭 啊 保护好了 别让我再摔着 来 吃药吧 吃了药给你削个苹果 把电话给我接一下 喂 那位 Mr.C 还听得出我的声音吗 你还好吗 挺好的 我明天就会回美国了 临头之前 我还有几句话 想跟你说 其实我是很欣赏你的 可是你和我一样 在在罪性的人的女人身上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那么聪明 一定会明白的 怎么了 是谁 没事了 来了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下班 快进来 太乱了 我这 我正在准备 主持人到他资料 这是兜兜画的 兜兜来信了 说在新家里特别好 妈妈特别宠他 新爸爸给他买了好多玩具 他想玩具多得不得了 他说他特别特别想你 想听你给他讲故事 带他看星星 多多真是一个好孩子 啊 对了 明儿又出西施集了 你看 给阿九的吃 你这儿有事吗 我们出去走走吧 好 那你等我一下 我去拿件衣服 天蕾你喜欢这条江吗 谈不上什么喜欢不喜欢 不过在这里救过一个人 现在想一想 蛮有感情的 这里可是全上海 我最喜欢的地方 我总觉得 江边的灯火 看上去就像天上的星星似的 你看 那个 那个是猎户座 那个那个 那个是你的金牛座 那边那边 那个是我的巨穴座 像不像 还真像吃小螃蟹 小的时候 我第一次下一个营来上海 正赶上我生日 这儿放烟火 我一下子就迷上了上海 结果 后来连考大学的时候 也非考来上海不可 到后来 想想还真跟这儿挺有缘的 都快二十年了 好像生命里头 所有好的话的记忆 全跟这儿有关 第一次在外百度 瞧见到你 我还真以为你要跳下去喂鱼呢 那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还以为你是色狼呢 啊 我长得这么中和老师 怎么会是色狼呢 下来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你被一个男人给骗了 他本来对你很好的 后来却辜负了你 后来却 爱上了别的女人 你会怎么样 那不跟西鹏一样吗 比西鹏还要过分 还要坏 还要对不起你 怎么了 怎么会突然没起这个问题 下来 我就是那个坏男人 我 我爱上了别的女人 我们分手吧 我知道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你恨我 我的确是比西鹏还不容 我今天晚上就搬走 你就当做 从来都没有认识过 你把我忘了 为什么骗我 对不起 其实有些事情 对不起 对不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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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算了算了 别想了嘛 大不了等到 下一班的飞机再走咯 那我告诉你一个道理啊 三条腿的青蛙不好找 可是两条腿的男人呢 那还不是满街都是啊 你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每次 一到关键时候就这样 先是一个喜帮 现在又来个雨天了 我就想不明白 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你并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我以前都劝过你要小心的嘛 你要知道 现在的男人呢 是没有磁盘血保护功能的 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措施呢 就是一定要多多的备份 如果手上这张盘染上病毒 就把它扔掉再换一张新的 这样既安全又省事 而且还不会伤着自己 什么紫帮包或乱七八糟的 还不是被这个网吧 能闹的吗 整天脑子里就是 路由器啊 防火墙啊 服务器终端啊 其实我自己还不是一样吗 现在自己住的房子 保得住保不住还是个问题 而且你说我现在跟小都这样 算不算是谈恋爱呢 我们俩现在一见面就吵架 我看见他呢 就像看见这满屋子的电脑一样 偷偷 有时候我干脆就在想啊 离开上海算了 自己一个人跑到西藏去登山算了 我觉得小都对你挺好的呀 他一直对你挺照顾的 我一直以为你还是幸福中人的 小都啊 他自己还是个孩子呢 还讲什么照顾其他人 那我觉得于天雷真的还是挺不错的 你要是真觉得他好呢 就把他给抢回来 现在像他这样的好男人 越来越少了 找一个少一个 到最后就一个都没有了 他已经爱上别人了 我去找他干嘛 你呢就是这点不好 一天到晚在自己的房间里呢 总在幻想什么完美的爱情 结果现在有一份真的感情 摆在你的眼前 你又不懂得努力去争取 你真的相信他说的话吗 你真的相信 一个人在那么短的时间 就可以那么轻易爱上别人吗 别说别人了 看看我们自己 也是活上二十多年 才会遇见一个 自己真正想去爱的人 所以我觉得 这次天雷肯定是有什么事 老板 老板你快来给我看看 这台机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来来来来 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们这儿的电脑 现在防火墙出了问题 你要是这样 在网上多门西逛 很容易染上病毒的 好了好了 自己换一台机器玩去吧 天雷 你睡着了吗 快了 怎么了 你哪儿不舒服吗 没有 我是在想 我还欠你一个愿望吗 什么愿望 我上次走的时候 你不是打电话到电台 去要求上那个叫 真爱航班的节目做嘉宾吗 说来也巧 我为了怕被你找到 特地从北京出京 结果 在去北京的航班上 碰到的那个女主持人 她好像名字叫 夏兰 她就坐在我旁边 一个人孤零零的 拿着一本爱情小说看 一边还流着眼泪 我可能是当空姐 当习惯了 看见人家不舒服 就忍不住要上去问问 结果 我们的飞机碰上了气流 她晕机了 我为了照顾她 还把我从家 唯一带走的那本漫画书 给丢在飞机上 你说 这是不是缘分呢 我后来一直想 我们应该上她的节目去一次 也算是 撩了我们半年前的 那个心愿 天雷 天雷 你睡着了吗 但是 25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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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多 你这个人太惨无人道了 兔兔 你们太过分了 你干嘛 你们爸的兔兔怎么了 现在能看出来了吗 情况到底怎么样 手摸透露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少 现在来看 他的脑部有瘀血 我担心 如果瘀血取不出 会压迫世界神经 导致眼睛的失明 取出来呀 难道不能把瘀血取出来吗 开刀 开刀行不行 我就不相信 他难道真的没救了吗 目前世界上 只有美国几家大医院 能够做这种手术 国内还没有先例 况且 国内做这种手术 他的费用是很高的 一般收入的家庭 是根本无法承担的 如果不手术的话 就算是拆了线 他还是会什么都看不见的 是吗 势力呢 会越来越模糊 最后导致失明 情况怎么样 王大夫说 你最近恢复得很好 过两天就可以拆线了 太好了 我就说了没事的 看把你吓的 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 我帮你去徐药 你一定要在这儿等着 别跑啊 你放心吧 我就像小孩子一样 在这儿待着 你 你 喂 是习总吗 是我 我是陈律师 陈律师 有什么事吗 还不就是 永庄竞标那件事吗 不是已经撤诉了吗 还找我干嘛 撤诉了没错 而且我已经从迈克和海山那边取得了证明 找到了出卖标底的那个人 哦 他是谁 就是原来习总手底下的德力爱将 刘颖小姐 不可能 你肯定是弄错了 他不可能出卖我 习总 我是一名律师 没有证据的事情 我是绝对不会乱说话 我知道像习总这样 你怎么肯会白白做那么多天的 我打电话给你的目的 就是说如果你要把刘盈 或者海山什么人送进去支撑口头的话 我相信 哦不不不 不不 这件事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我自己处理 那随你便 就这样 我回来了 我看过了 我看过了 大家好 晏蕾吗 我是晏蓝 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什么事 你说吧 我想 请你和你的女朋友 一起来正业航班做嘉宾 做嘉宾 我怎么会做嘉宾呢 我这个人又不会说话 你还是找别人吧 没有什么难的 我现在是实在找不到别的什么人 可以做嘉宾的了 大家都在忙着分手 只有你忙着结婚 不知道你找谁啊 就这样说定了 今天晚上六点半 电台门口见 不见不散 师兄 碰到什么问题了 什么呀 是女人吧 有什么问题 可以找我帮你自行自行 我大学的时候复习心理学的 差点考满分呢 有什么事 我帮你自行自行 可以打八折的 你现在怎么变得油腔滑掉的 说话的腔调有点像小杜 我哪有什么心理问题 还说没有啊 你看看你现在 动不动就皱眉头 而且每次皱眉头 都是因为接了个电话 你现在呀 都快成了咱们科室的 电话专业户了 来的电话 十个里有八个是找你的 没那么夸张吧 跟你说正经的 像你呀 小杜师兄啊 这样的人 怎么遇到感情问题 总是先想着逃避呢 叫你们这样的男人啊 根本不配谈爱情 我现在 已经没有资格 说这种话了 我的病人来了 让个位子 你好 请坐 嗯 是你 你好夏兰 我是卓越 我们又见面了 记得吗 我们上次在飞机上 见过面目 我当然记得了 这就是我那个 一起长大的弟弟 于天雷 我跟从前的丈夫离婚了 她将会是我的 新一人丈夫 当然 也会是永远的丈夫 你们好 欢迎你们来 这样航班 谢谢 进去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今天准时 搭乘我们的真爱航班 我是主持人夏兰 那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呢 有两位很特别的嘉宾 过去他们曾经是一对姐弟 而现在他们是一对恋人 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 请问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可以讲讲经过吗 我和天雷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天雷 她是地震中的孤儿 被政府带到上海读书 她被我父母收养的时候 应该是六岁 或是十岁 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跟比我自己年龄小的孩子一起玩过 天雷刚到我们家的时候 特别怕黑 晚上不敢睡觉 我就偷偷地给她吃糖 害得她长了一岁的冲压 那 请问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恋爱的呢 因为据我所知 你好像你们这个传奇浪漫故事的女主角 在半年前刚结过一次婚 那既然像你所说 你们从小在一起长大 那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分开了半年呢 于天雷先生 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其实我 是的 我是在半年之前结了婚 嫁给了一个外国人 原因很简单 总结成重阳妹外也好 潘姆虚荣也好 总之是我 离开了天雷 自己偷偷地结了婚 但是 到了国外我才发现 原来 我一直都是爱着于天雷 就算已经嫁给了别人 怎么忘也忘不了 所以我决定回 就是为了找她 我硬要跟她在一起 就算日子苦点我也不怕 可是 你怎么就能确定 她仍然爱着你呢 你从来就没有想过 在你走了这半年 她有可能爱上别的女人吗 当初你想走就走 现在你说回来就回来 难道她是一个木偶 她没有自己的感情吗 如果说要报恩的话 会有很多种方式 为什么非要强迫她娶你呢 为什么你就完全没有想过 你的这份感情 可能完全就是不平等的 半年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你 这其中你对她的生活 完全不闻不问 她遇到过什么事情 碰到过什么人 你都不知道 她太有可能 去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是你给了她自己的世界和生活 凭什么你一回来 要把她这种生活打乱呢 为什么你就从来没有想过 可能你这份感情 完全就是自私的 你就是怕别的女人抢走她 你这根本就不要爱她